欢迎大家来到这次肥俊龙装的 咖啡手工做示范 这次是用满制做制作的 今天我们很高兴有大嫂小嫂的Kathy 和婚言的Rachel来做主持 大家好,我是大嫂小嫂Kathy 我是婚言Rachel 很高兴啦 这次就跟大家在大气电波中 分享这个打箱的 首先我们就讲一讲 如果我们打这个手工箱 我们就要什么工具 打箱呢 如果最简单的话 我们就需要有两个不素缸的窝 一支电盘 胶挂 胶杯 还有我们要一些试纸 这些试纸呢 就是用来测试这个ph值的 那就是温度计啦 还有 其实温度计呢 在一个打箱的过程里面 它很重要的 因为这个打箱的过程里面呢 其实我们呢 就是要 继续搜索 这个油 和这个箱的温度 那 如果 这个 因为我们油缸混合 需要它们呢 就 两者相差的温度是十度以内 是的 那我们才会将这个油缸混合的 所以呢 我们呢 都需要用一支温度计啦 那温度计方面呢 其实呢 我们呢 就可以用一些红外线的温度计 或者呢 用一些的 用来冲咖啡的温度计都可以的 那 还有呢 这个电子绑 那 电子绑呢 同样 这个打箱的过程 也是一个重要的工具之一 那 因为呢 我们所有的材料 那我们呢 都要是 量度这个合适的重量 是的 那 要注意 这个电子绑的话呢 我们呢 就是 最少呢 是的 就要 它那个 可以承受这个 这个 3 3K 就是可以量到3KG 是的 那个 那个 分量 为什么呢 因为呢 我们呢 就要计算了 温度的重量 液体的重量 那 所以呢 如果那个 电子绑呢 它可以量 那个 容量太小的话呢 那 其实呢 那就 那就 那就不太适合了 而且有时要留意呢 你倒油的过程 那头呢 有时 你倒几款油哦 那 都要点时间的哦 有些绑呢 它的 内力呢 不是那么高的 你可能倒倒油呢 它会突然关掉的哦 所以呢 通常你要了解你的绑啦 因为 试过有很多同学仔呢 都怕倒倒一下 突然间关掉了 然后 不知道自己倒了多少的 那就要留意了 那 市面上 其实有些电子绑 是电的 就是你拆电的 那它呢 就不会那么容易 这样 自己拆电了 那 可以去留意一下 选择一些 合适自己用的工具 这样 嗯 好 那接着 至于 武具方面 那 我们可以用一些 独立舞 以及一些 吐司舞 那你说 啊 我暂时未有这些 的 武具哦 那其实呢 我们都可以 廢物利用 那 可以用一些 圆形桶装的 薯片罐 是的 或者是一些 牛奶盒 是的 甚至乎 甚至乎 我们就 有时 我们吃一些 杯装的 乳酪啊 豆腐花啊 那 他们那个 包装呢 都可以 用来做 这个 模具的 那 那 那 最终 最后一个 步骤 那就是要 保温的 那我们呢 如果 最简单的话 那我们呢 可以用一个 保温袋 那里面呢 再加上这个 是的 那就用来做 保温 那又或者 用一些 发泡膠箱 都可以的 是的 发泡膠箱呢 其实呢 最理想呢 是选择一些 比较厚身 比较实际一些 的 因为呢 其实有时 你们用 就是一些保温 就算是发泡膠 它都比较 它的密度低 所以它保温的情况 也都不一定 那么理想的 那就要 选择一些 比较厚身 和实际一些的 发泡膠箱 会比较理想的 好了 那最后呢 就是一些 安全的 装备 那 包括有些什么 那 有这个眼罩 围困 口罩 和手套 那 就 这些呢 手套 和围困 那 就是 必要 这个 特别是这个 手套 那 因为在这个 整个 打蛋的过程里面 由一开始 到最后的步骤 去清洁 那些工具 是的 全程里面 这个手套 是一定要戴的 是的 还有呢 要留意 你就算 买手套 就是选手套 都要是一个 要留意的 不要选一些 太容易 会困难 或者穿的 因为呢 试过也都有 同学呢 他们去清洁的时候 那个手套 穿了洞 自己又不知道 那清洁的过程 就有一些 残余的 一些造液 那可能 会流入那个手套 那 他们洗完之后呢 就发觉那只手呢 有一些 拉扯 拉扯 其实呢 都会影响皮肤的 所以大家都要留意这些方面 好 那接着呢 我们呢 今天的主题 就是这个 咖啡 那咖啡 这个浴璇呢 对皮肤呢 都有很多好处的 那例如 可以减少这个炎症 改善这个血液的循环 令到这个皮肤 这个 换法 那 就 还有呢 因为咖啡渣 咖啡渣 都有 有 少少的粗度 那就可以做一个 磨砂的效果 那 另外呢 是的 那就 还可以这个 改善到这个皮肤 嗯 嗯 那我说一下咖啡渣 如何处理呢 那其实用过咖啡渣的呢 手工就可以入MP做 还有製作这个懒仔做的 那新鲜的咖啡渣呢 可以在 翻箭那里 就是那个 手工做里头呢 会有 啡色地滲出来的 那些啡色呢 好像 漸变地滲出来 那就是 就是 就是当然了 看看你自己的喜好 那正常来说呢 我们就会先煮了一个咖啡先啦 那接着呢 那些咖啡 那你就用来制一些冰 那接着呢 那些咖啡渣呢 就分开了 那把咖啡渣呢 就放在天风处那里 就放一两天 就将它干 整干了它 甚至乎呢 你可以呢 放在一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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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焗炉那里 那里 低温这样 控干它 很有水分啊 那到其实呢 你就可以呢 那些咖啡渣呢 干了的咖啡渣呢 就入组了 那今次的配方呢 就是用了呢 16克的咖啡渣 来到去 入组的 是的 那至于油滚那方面呢 那我们呢 就会用 这个140克的椰子油 70克的可可滋 还有490克的橄榄油 而至于氢氧化蜜呢 我们呢 就会用这个100克 那我们 这个咖啡呢 就会把它制成这个咖啡的冰块 那我们就会用这个200克的 嗯 嗯 好 那以下来呢 那我们呢 就可以看一看这个 去片 这个制作的过程 那我们呢 首先呢 就把那些可可脂呢 那呢 就首先就 量好了之后 那呢 就要 拿去加热的 那因为呢 可可脂呢 是这个 属于这个硬油 那是这个固体 固体来的 那所以呢 我们呢 就要这个加热 那同样呢 椰子油也是的 那因为呢 椰子油呢 我们呢 嗯 如果在这个 嗯 室温大约 22度以下 那它呢 就会形成这个固体的 那如果形成固体呢 那其实我们呢 就是打不到蛋的 那所以呢 我们呢 同样 那都要 拿去加热 嗯 那在这个加热的时候呢 那我们呢 就可以首先呢 拿这个 先写好了 这个咖啡 那个冰块 冰块 是的 那首先拿出来 那 这个冰块呢 是的 就是用来 用这个氢氧化辣的 是的 那我们将这个氢氧化辣 是的 逐少少 是的 那个分量 是的 慢慢呢 就加入去这个咖啡冰里面 那 那 要注意一样东西 那 就因为 始终冰了 是的 那我们搅拌的时候呢 就小心一点 是的 就 盡量 是的 就避免呢 那些氢氧化辣呢 可以继续弹到自己了 那用冰块也有个好处的 那冰块的 基本上是冷了 那 而氢氧化辣 它溶的过程来头都会升温的 那时候呢 那时候呢 都可以呢 帮那个温度呢 不用提升得太高 那那些油 液溶了之后呢 其实那些温度呢 都需要时间 来到去降回一些温度 让它们两个相差 和超过10的温度呢 来到去 混合的 那么 那个时间上面 也可以呢 減短一点 是的 嗯 缩短一点 没错了 那如果你说 自己那个 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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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 如果 那是 那 thì 那是 那是 有人 后来 那是 9 被 噢 是的 那 那 然後可可脂和椰子油 加了熱之後就變回液態 我們就可以把它加在一起 另外就加上橄欖油 我們這次的配方也是用三種的油品 這個配方也比較滋潤一點 因為可可脂也是一個很滋潤 對皮膚很好的脂肪 橄欖油又少又多 我相信用下去的話 大家會覺得自己的皮膚 相對來說真的會變好了 它還可以用咖啡渣 有些好像去死皮 可能用完之後會覺得很滋潤 我們把咖啡渣交到油品 下一步就可以把鹹水加入油鹹混合 混合後我們就用電棒去攪拌 其實用電棒的好處可以 除了時間快一點之外 也可以在混合中會比較滋潤一點 然後我們就加上蒸油 是吧 那蒸油其實呢 運用不同的蒸油都有不同的效果出來的 其實大家如果想了解多一點 接下來我們也有不同的一些 的workshop 在過程中也會去介紹的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這次呢 我們這個配方 我們就加了甜橙蒸油 那個清新的甜橙味 再配合這個咖啡香味 其實呢 是很配合的 很配合的 那我們就打到它 就打到它就 開始這個龍籌 到什麼狀態呢 就是呢 我們呢 刮起它的時候呢 這樣輕輕呢 是啦 它在做的 是啦 就會有拉下去的時候 有少少的白自然 是啦 那我們就可以入帽了 沒錯 有朋友問呢 輕氧化立可以在哪裡買的 其實呢 一些化工園鏈店 都有輕氧化立買的 當然啦 那個輕氧化立的要求呢 就不是一般有很多雜質在裡面 通常你去化工園店店買的時候 都有說明呢 我想要那個輕氧化立 起碼要99%以上呢 純度越高呢 就是越來上的 嗯 或者去買手工柬的地方 是的 對 手工柬的地方也有的 是的 沒錯 好 接著呢 入帽之後呢 其實我們呢 就 記得啦 就要保溫 嗯 沒錯 那這個 保溫這個過程呢 其實對手工柬的 其實是很重要的 沒錯 因為 一條手工柬的 它做法成不成功 是的 那麼 保溫呢 其實呢 是一個很重要的 這個環節來的 是啊 是啊 那大家選擇 其實呢 剛才我們說的保溫呢 就是說溫度的重要性 那其實打檢的過程裡 我們呢 都要留意 無論你是保溫 或者是其他的室溫 各方面的溫度呢 都要留意的 有時候呢 在不同的情況 或者不同的時段 打檢出來呢 都會有不同的效果出現的 那其實在 在我們的教學的課堂裡頭 都會有比較詳細的去提及的 那大家可以留意 咖啡渣是何時下的 咖啡渣下的時間呢 通常是我們呢 差不多呢 去到一個籌的過程 我就下了 差不多 我意思是 未去到籌 即未去到籌 即未去到八字的時候 那就下了 那時候 我們再去攪勻 還有呢 再打到它變成籌 就是呢 可以打到一個好像 拉到一個八字出來 那就可以了 另外 咖啡冰是唇煲出來的咖啡嗎 是可以的 是的 咖啡可以 很多種都可以的 如果用 辣椅呢 就變成咖啡 辣椒 辣椒 如果用 辣椒 就是 辣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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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那其實重點是 我相信呢 看到你要 Hue 就是 打完成了 當然你說 會不會有咖啡味 未經,但那個濃度 就會影響到咖啡的顏色 辣椒當然會淺色一些 如果你是 有辣椒就深色一些 這次就配合了可可知的氣味,更加雙腐雙食 沒錯,沒錯 還沒再打出來 打造時間要多久? 剛才這段影片大概幾分鐘? 就是這麼久 打了這段影片這麼久 就是這麼久 六分鐘 我將它加速了 即是雙倍,你當它是十分鐘 那加上洗東西 二十分鐘應該都搞定 即是如果你快手 其實最多時間是什麼時候? 洗東西 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咖啡渣要幾時下 以及下多少 那今次是濾了一個雙倍的咖啡渣 就大概十六克左右 十六克的咖啡渣 就是一公斤的蛋 可以看一下 一公斤 你現在看到 對,有幾多粒 十六克 你看到 當然你放得少 它的粒粒 你看到一點點的密度就會稀疏 但是如果你下十六克 在一公斤的工作 就是這樣 就要看你個人 你覺得我不想那麼密 那你可以下少一點 但是如果你想想 我覺得感覺是很豐富的 那你可以多些 但是也不建議下太多 太多其實也會影響它那個成造的過程 是的 還有就要留意 如果你下太多的話 你一路 可能中的時候 會比較刮 因為你咖啡渣多了 另外呢 就是 當你沖的時候 可能就會有很多 就是有些咖啡渣 就會黏在皮膚那裏 是的 這樣就變成了 如果你的份量下多的話 那你一路沖的時候 就會有很多咖啡渣 是的 就是在這個身體上 那你要清潔你的 水渠 是的 就是 就是 其實現在這個份量 相對來說 我覺得 比較都已經是很OK了 那如果你再多的時候 你就要考慮 過程裡頭 就是 除了掛之餘 你自己後續 可能沖過來之後 就要有其他清潔 不是整個清潔自己的身體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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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那這一條就是 我們打完 是的 補溫完 是的 那就脫了沒有的咖啡渣 那我們就可以拿出來 然後呢 然後呢 將它切 我們用這個牌子切 很硬 硬 對 因為有那個芝 對 是的 這個也是一個 嘩 那一下很好聽 對 好了 可以大家看看 對 有這個電視框 對 對 好 大家想知道什麼是電視框 對 對 可以參考一下我們體驗班的過程 可以去必然設計協會 或者是去大手小手的Facebook 還有是婚宴的Facebook 去參考一下過程時間表 是的 是的 那大家可以看一看 那這條架我們下了16g 是的 的咖啡衣 是的 那它那個分佈呢 大致上就 好像現在在畫面那裡看到 對 好像天上的星星滿佈 是的 那如果你說 我想多一點的 那你就儘量加多一點 是的 你說 我真的想加少少就可以了 是的 是的 那你的咖啡衣 其實呢 你都可以看它那個 粒粒大小的 如果你 在 過程裡頭 你覺得 我不想它那麼粗的 那你可以呢 找一個 機器 再打 去 細一點 細粒一點 讓它沒有那麼粗 那所以上來呢 就會有滑一點 但是也提供到一些 去角質層的一個和效出來 就是這樣 好 好了 接著我們呢 可以 再製造瓶 是啊 那就可以完成了 但是還要量做的 還要量做的 是的 我們前後呢 完成了 完成了印章 是的 完成了印章 這個 這樣就是還沒用得的 是的 還可以用的 那 切完蛋 就是前的這個手工蛋 我們呢 就要擺放在這個陰涼通風的地方 就等它六至八個禮拜 是的 就等它這個完全做法呢 這樣跟著才可以用的 那到時候呢 是的 那你就六至八個禮拜之後 大家可以來用一些七線PH的試指 是的 就七線那個肥皂的PH 是的 如果去到這個九二下 是的 九二下 那就可以用的了 好 但是還有沒有問題啊 那這次呢 也很感謝大家呢 有時間參加我們這次的分享 那呢 這次的手工做示範呢 來到這裏 下次我們再見啦 拜拜 拜拜